还有一件事 我最近这几天 看了好几家上海最高端的私人医疗 我打算带你一半张卡 这样子以后 你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团队第一时间就会上门为您看着 美卡 美卡 不用 不要花这个钱 要 这样子我工作才能安心 这个钱必须得花 什么卡 冬险吧 你 你的骗子 你 你 奶奶 妈妈 你又干什么了 你妈妈打了我的亲孙子 亲孙子 亲孙子 姚总 你 你们认识他 妈妈 新来的上司姚总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姚志明 是奶奶的孙子 我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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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你们有这层关系的 练克 给 王总 你整理也没事吧 要不要先冰敷一下 这什么包啊 什么盆子掏出来啊 我听说我妈妈打人了嘛 所以路上在便利店买的 你先敷一下消消肿吧 来 坐下 奶奶 您受惊了 吃个橘子吧 小刘啊 你怎么还是那么貌食 还不如我的承欢懂事 不是啊 老太太 妈妈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这现在市面上 什么骗子啊 传销啊 太多了 我担心啊 我是为了保护你 我才出手的 对不起啊 对 对不起啊 小赵 没关系 我姓姚 小姚 本来早就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但是志明说 怕在单位给你造成困扰 所以她不让我说 小刘啊 你这么大老远 是来找我有事的吧 没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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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们花换到你这儿来 已经是代表我们全家的心意了 我 我今天是来倒洗来的 我们换换 马上就要结婚了 接着呢 摘了 摘了 我 我为什么要摘啊 为什么呀 换换 未婚夫还是那个 背着你去相亲的新家亮呢 妈妈 这个事情倒不怪新家亮的 关键是我 我们昨天和新家亮他们家人见面了 妈妈 妈妈 不要跟奶奶说这些 没关系的了 让我说完嘛 妈妈 关键是新家亮他们这家人啊 更严重 往丁边了 想溃啊 小大老微笑把钞票 跟我们换换是挑三拣四的 我看不 其实她您啊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真的不愿意人家 把她看低的 好了 妈妈 那你多给她添一点嫁妆啦 对呀 对呀 可是我和老麦的条件 妈妈 我知道你最喜欢换换了 我想 这结婚可是终生大事 你能不能 在这个结婚的事情上面再帮她 好了 妈妈 你怎么样才能明白啊 不是奶奶帮不帮的问题 而是人家今天看不上我们 明天当然看不上我们 你懂吗 欢欢 来 陪奶奶去晒晒太阳 对不起啊 晓瑶 晓鸥啊 晓鸥啊 不要 不要 老婆 你什么垃圾 阿姨 我是危险垃圾 阿姨 阿姨 谁是你阿姨啊 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再重申一遍 我叫姚志明 是陈淑珍女士与前夫的儿子的儿子 是跟她有真正血缘关系的亲孙子 血缘 血缘 血缘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出现啊 谁知道你是真是假的 也许是假冒的 我虽然常在国外 但我跟奶奶的联系 可一直没断过 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 回来骗她买保险 你 你还是 正式买保险的 你这小子太没良心了 她是你亲奶奶呀 你也不放股 我跟你说 她没什么钱的 我再告诉你啊 她是我们赡养的 你不许欺负她 你怎么知道 奶奶手里只有一点点钱 说不定 老人家财不外露呢 我真的没猜错耶 你这小子看上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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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看右看 你看 最没疏远的 不安好心 我严肃地告诉你 我严肃地告诉你 她没什么钱 我严肃地告诉你 她这些退休工资 她付了床位费 到新安里吃几顿好吃的 吃下没几个钱了 你别打她的注意啊 她没钱买保险 难道 她们真的不知道 奶奶的真实情况 我问你啊 你几岁了 你结婚了吗 你有孩子吗 你这种人 便当 当领导 问这么些 阿姨 要给我介绍对象吗 我才不想和和人类 和和谁啊 我跟你说呀 我刚才为了保护你奶奶 把这小子的嘴嘞 你当行吊 看起来这小子 不是什么和人类 好了 妈妈 你再说下去 我工作倒被你说没了